在中国历史上 乾隆皇帝算是非常著名的一位了 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政绩 更是因为他的长寿 他25岁登基在位60年 退位后又当了三年多的太上皇 享年89岁 人活七十古来西 更何况是日夜操劳国事的一国之君 能有如此寿命也非常传奇了 对此 乾隆自己也颇为得意 还自封十全老人 认为自己人生十全十美 享尽了人间美事 乾隆十分敬爱自己的祖父康熙皇帝 因此在位期间 处处以他的爷爷康熙为参照 康熙喜欢微服私访 乾隆也就常常微服私访 发生了很多的趣事 这些小故事至今都在民间流传 有一次 乾隆微服私访 让一个道士为自己算命 听道士说完后不久 却让人杀了这道士 这道士究竟说了什么 让乾隆皇帝起了杀心呢 体恤民情 微服私访 纵观清朝历史 乾隆皇帝无论是文治天下 还是自身武艺 在整个大清朝的历代君主中 都是出类拔萃的 在他执政期间 他心系天下 体恤民间疾苦 乾隆皇帝为了了解民情 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 曾经六次下江南视察民情 当他知道民间百姓生活的真实情况以后 他五次普免天下钱粮 三次免八省草粮 这些政策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进而使得国库充盈 所以当时满清王朝在乾隆皇帝的统治之下 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上 在中国历史中都达到了顶峰 这样的成就 即使在世界上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这一切都与乾隆皇帝的英明神武是分不开的 由此可见 乾隆皇帝是一位摘星人后 爱民如子的好皇帝 更是一位有功于江山 有功于设计 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贤明君主 为了体察民情 乾隆皇帝多次微服私访 他脱下黄袍走出金鸾殿 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普通人的样子 到全国各地进行暗访 去看看老百姓最真实的生活情况 去查查各地官员对本地的治理情况 同时也以此作为考察百官政绩的标准 然而 在他一次微服私访中 却发生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 大跌眼镜的事情 因为在众人的眼中 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发生在一个明君身上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算是算命 见起杀心 原来乾隆皇帝在一次微服私访的过程中 他扮作普通人在事剧里穿梭游玩 正在他游玩的过程中 他发现了一位颇具先锋道骨的老道士 在路边算卦 这位老道士一看就像是一位得道高人 在中国古代社会 由于生产力低下和当时人们对大自然认识不够深入 以及在统治者军权神兽思想的教化下 所以在当时的社会上 无论是上至皇亲贵咒 还是下至不宜平民 他们都对神灵是非常敬重的 对披字算卦能预知未来的玄学 更是深信不疑 古人云 小隐隐于林 大隐隐于世 路边的这位先锋道骨算命的老道士 成功地博得了乾隆皇帝的眼球 原来 乾隆皇帝在世纪上也无所事事 四处闲 乾隆皇帝来此事集只是来看看热闹 考察当地经济 并没有什么必须要着急处理的事情 集市上一位算命先生引起了他的注意 只见这位算命先生的摊子上挂着一个幌子 上面写道 只算天灾不问人祸 有人向他问补时也闭目不言 根本不像普通的算命先生 于是乾隆皇帝对这位算命先生充满了好奇 便走过去一探究竟 正所谓贫思辩赴思安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绿土之宾莫非王臣 此时的乾隆皇帝富有四海 掌握天下人的生杀大权 可以说他当时可以随心所欲无所不能 但是皇帝也是人 同样无法超脱生老病死 长生不老是每位皇帝的毕生所愿 可是没有哪位皇帝能够如愿以偿 而已经到了暮年的乾隆皇帝 此时最关心的无疑就是自己还能活多久的问题 他刚一过去 算命先生就仿佛早已猜中他的心思 开口说道 高高在上命不久矣 激流永退 还得三年 听闻此言 乾隆皇帝很是震惊 装作不动声色的让手下父亲离开了 可走了还不到五百米 乾隆思虑再三 深知此人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份 若是他将自己的寿命说给不怀好意的人 怕是要朝堂动荡 俗话说 死人的嘴才最牢靠 他转身命令侍卫 立即将那位给自己算命的老道士杀了 那些侍卫接到乾隆皇帝的命令之后 不敢怠慢 立即远路返回 想要结果了这位算命先生 可是此时的算命先生 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他还在挂摊的桌子上 留下了一封信 当侍卫将老道留下的信 交给乾隆皇帝的时候 乾隆皇帝立即将信打开 此时的乾隆皇帝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位算命的老先生 早已料到乾隆皇帝 会去而复返杀人灭口 所以一早就离开了 他在信中阐述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 这位算命的老先生 这辈子只给他一个人真正算过命 并且在乾隆小的时候 老先生还救过他的命 所以此时他专门在此等候 为他算命的目的 就是想要再救他一命 乾隆皇帝不得不将此事作罢 缠让退位 1796年正月 已是86岁高龄的乾隆皇帝 一如既往地坐在金轮殿上 宣布退位 他认为自己已在位60年 当年圣祖皇帝 继康熙皇帝在位 也不过61年 身为爱新觉罗家的子孙 执政年限又怎么能够超过 皇祖父圣祖皇帝呢 说着便着人将正大光明后 锦河里面的继承人性命 功布于宙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 康熙晚年九子夺嫡的现象 从雍正时期开始 满清王朝的统治者 便实行秘密立储的形式 皇帝经过长时间 对皇子们的得心能力进行考察 将最适合继承大统的继承人名字 秘密写入锦河 放在正大光明的牌匾之后 待老皇帝驾崩以后 再由人将遗诏 取出功布于众 以此来保全皇室子孙 避免再次出现皇室子弟 同事操歌 动摇国本的现象 所以乾隆皇帝便以 要为自己皇爷爷尽孝为名 将皇位缠让了给自己的儿子 即皇室无子永延 即嘉庆皇帝 为了表示自己退位的决心 他还命令礼部策划 并举行了隆重的归正大典 自己则称为太上皇帝 虽然在名义上乾隆皇帝是退位了 但是有着这么一位皇帝在朝堂 身为儿子的嘉庆皇帝 又岂敢造字 所以实际上军政大权 还依然掌握在乾隆皇帝的手中 朝堂上所有的朝政 无论大小 都必须要经过乾隆皇帝的批准才能办 此时的嘉庆皇帝只是一个傀儡 国家的最高权力 依然掌控在乾隆皇帝的手中 就这样 身为太上皇的乾隆皇帝 又继续把控了三年的朝政 1799年正月 乾隆皇帝在养心殿驾崩 享年89岁 嘉庆帝终于亲政拿到了实权 嘉庆皇帝为了表示对乾隆皇帝的哀悼 遵义乾隆皇帝为 法天龙韵 智诚先诀 体源立吉 夫文奉武 孝慈神圣 纯皇帝 妙号高宗 藏于御灵 无论乾隆皇帝基于何种目的 他最终还是按照老道士之言 将皇位提前缠让了给自己的儿子 而他也确实是在缠让皇位三年之后才驾崩的 印证了老道士的秤语 其实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轻 在一个人身处环境当中时 往往无法跳出环境之外 以上帝的视角来审视局势 即便是皇帝也不能例外 因此 许多看清局势的人便会以天意作为说辞 来规劝最高的统治者接受自己的建议 同时避免皇帝对自己产生忌惮之心 而在这一过程中 像是自然而然的便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在中国古代 无论是皇位的继承还是财产的分割 都一直遵循着一项古老的规则 那就是嫡长子继承制 这一制度是宗法制度的最基本的原则 也就是皇位和财产必须由嫡长子 也就是正妻所生的长子继承 其具体规定还有两条 也就是利嫡一长不以贤 利子已贵不以偿 也就是说 利嫡子必须利皇帝和皇后所生的儿子中年龄最大的那个 利太子必须利其母亲身份更加尊贵的那个 嫡长子继承制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政权的平稳过渡 保障了人心和政权的稳定 但是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继承制度下都公开放弃了财德方面的要求 导致继承者的人品和能力都良有不齐 政权的长久性难以保障 不过嫡长子继承制在执行的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帆风水 一方面 君主常常出于个人的好恶而干扰或者破坏制度的实行 比如汉武帝刘彻晚年特别喜欢少子刘芙玲 常常和别人夸奖他累我 后来果然将刘芙玲立为太子 另一方面 君主与皇位继承人的生母的感情并不总是稳定 一旦皇位继承人的生母失宠 势必会危及到皇位继承人 比如汉武帝刘秀的恩宠由郭氏转移到殷利华身上 太子刘强也只好让位于殷利华之子刘壮 历史上就有这样一位皇帝 他本想遵循嫡长子继承治 但是他与深爱的皇后所生的孩子各个早邀 最像他的孩子也应年早逝 那么他最后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继承江山呢 传位嫡长 乾隆皇帝是清朝入关之后的第四位皇帝 同样也是有很多争议的一个皇帝 他即位初七 先后对乡前等地用兵 施行改土归流政策 限制当地土司势力 加强了清政府的统治 之后又平定大小金川 大小合卓等叛乱 稳固了西北边疆的稳定 乾隆也是减免赋税最多的一位皇帝 与此同时 他还大力推广红薯玉米等高产量的农作物 缓解了因人口倍增 粮食所带来的压力 因此来说 乾隆皇帝确实是一位难得的明君 不过在乾隆即位时 清皇族还没有一位嫡长子继承皇位 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他 将孝贤淳皇后 傅察氏所生的皇次子永连暗定为处君 并将其姓名置于霞中 放于乾清宫正大光明点后 嫡长子永连成为乾隆朝 事实上的第一位太子 乾隆三年十月永连去世 年仅九岁 乾隆帝伤感不已 以皇太子的礼仪安葬了永连 第一位立处失败 此后 孝贤淳皇后生下皇妻子永从也是嫡子 乾隆帝暗定其为处君 永从死得更早 史料记载 其在乾隆十二年便死于初斗 年仅两岁 乾隆第二次立处失败 自此之后 乾隆认为自己执意立笛 反令两位皇子早逝 于是乾隆帝再也没有立笛的念头 即使他的第二位皇后 那拉是为他生下皇十二子 永迹 乾隆也从来没有考虑 策立其为皇储 传位于贤 乾隆十三年 孝贤淳皇后 因为两个孩子相继夭折 悲痛过度 撒属人寰 乾隆皇帝与孝贤淳皇后 夫妻感情深厚 且连续两次立储君失败 不免情绪不佳 迁怒于皇长子永皇和皇三子永张 斥责两人表现不过悲伤 不懂礼节 将二人扣上了不孝的罪名 直接宣布 此二人断不可 成绩大头 情绪激动之时 乾隆皇帝甚至想要处决这两位皇子 他曾一度警告二人 如果他们对皇帝之位有非分的妄想 或者在他的面前露出端倪 他一定将二人以不孝之罪正法 永皇永章并没有寄予处位的想法与行动 完全是乾隆发泄不良情绪的牺牲品 乾隆帝认为 两位皇子存在无敌力掌的思想 嫡子去世后 永皇永章年龄最大 是最大受益者 因此横加斥责 斥责事件后 永皇因惊吓过度而死 永章长期生活在压抑惶恐之中 郁郁寡欢 两位皇子都因为乾隆帝的斥责 而英年遭逝 乾隆十五年 皇张子永皇去世 年仅二十三岁 乾隆二十五年 皇三子永章去世 年仅二十六岁 乾隆帝无比懊悔 但是也无法挽回 在皇张子三子相继去世后 皇四子永成 皇六子永荣 相继过继宗室 皇侧子永脸 皇妻子永从早商 皇五子永齐 成为事实上的长子 永齐又聪慧学 少席马步舍 武计颇精 博学多才 贤其满语 汉语 蒙古语 熟岸天文地理 立算 尤其精于天文算法 乾隆认为他最像自己 便有意立其为储君 乾隆三十年 永齐被封为和硕荣亲王 是乾隆第一位 封为亲王的皇子 可是乾隆三十一年 永齐便英年早逝 年仅二十五岁 乾隆传位再遭挫折 无过 乾隆三十八年 乾隆帝已经是六十三岁的老人了 立处势在必行 但是可供他选择的人并不多 只有五个人 可都不令人满意 和康熙子嗣相比 乾隆的儿子逊色不少 因此只能用排除法选择储君 第一位被排除的是十二子永基 永基生母皇后纳拉氏 与乾隆帝关系恶化 不费而费 加之永基才能平庸 母后失丑 不得私利 第二位被排除的是十七子永林 永林是乾隆帝的小儿子 最不成器 整天惹是生非 游山玩水 对权力无欲无求 乾隆帝很讨厌他 永林颇有自知之名 只希望兄长即位后 把河山的府邸赐给自己 第三位被排除的是皇八子永玄 永玄年龄较长 但举止轻浮 坐视不得体 人缘也不太好 患有足及 为人清造 坐视颠倒 故皇帝不以子代之 乾隆帝最喜欢十一子 永兴与十五子永延 接封亲王 朝臣皆认为皇帝属义 在此二人中 十一子永兴 风雅多彩 是清朝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 名重一时 士大夫得骗子之字 重若珍宝 但是永兴为人刻薄吝啬 缺乏一国之君的风范 王府中的马匹病死 永兴烹之待善 永兴取了大学士 傅恒的千金 做福建 将女方嫁妆 藏于富库之中 非为日誕 薄舟而已 永兴的才华 在清朝历代皇子中 首屈一指 但为人吝啬 遭到朝臣们的嘲笑 乾隆帝虽然很喜欢他 却不能将皇位传给他 而十五子永远 最大的特点就是平庸 既没有过人的才华 也没有重大的过失 或者令人难以接受的性格 乾隆帝 终爱十公主曾称 辱若为皇子 朕必利如厨也 虽是细眼 但足以证明乾隆帝 对厨子的不满 禅位 乾隆帝这边 在为历寺之事发仇时 和珅告诉他 郊外有个老道士 算卦算得极准 于是二人便找道士 算了一卦 乾隆爆出了生辰八字 道士掐之一算 心中猛然一惊 原来站在自己面前的竟然是当今天子 乾隆让他算自己的命数 道士犹豫片刻 心头呼声一尽 便道 老先生今年必有大难呢 今年乃是双目之年 先生您主为耕金 做五火临炳火 您被双火炙烤 岂不是有灾祸吗 乾隆问道 那么可有破解的办法 话音刚落 和珅便从口袋里掏出一大钉银子 放在了道士的面前 道士说道 有两个办法 下策是 找一水旺之人 与您相伴 将火浇灭便可 只不过水能灭火 亦能生木 因此为下策 乾隆急道 快快说上策 上策却是 需要找一个火旺之人 将火即可燃尽 此节可度 乾隆有了心事 便在无微服私访的兴趣 急急赶回了皇宫 在乾隆六十年时 乾隆皇帝立永远为皇太子 并宣布第二年归正于永远 并改为嘉庆元年 嘉庆元年正月 乾隆帝举行大典 自称为太上皇帝 乾隆帝归正后 仍住在养心殿训政 嘉庆帝则只能住皇子所居的 玉庆宫 宫中继续用乾隆年号 而且重要政务权力 仍掌握于乾隆帝手中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 乾隆帝与养心殿逝世 嘉庆帝才得以亲政 尽管嘉庆帝在其后的统治生涯中 兢兢业业 但无奈自治一般 难以扭转清朝衰败的局面 古往今来 人们对于长生不老 始终带着一丝向往和稀迹 可是若问谁的职见最深 怕是无人比得过古时的帝王们 古时帝王们为了永保年轻 可以统治王朝千秋万代 没少花费心思 前有秦始皇派徐甫率 统南童女出海巡耀 后有明朝家境皇帝 苦练长生不老药丹 足可以见帝王们 对于长生是有多么的执着 除了追求长生不老以外 帝王们对所谓的天命 也格外注重 为了让手中的权力 显得更加顺利成章 不少帝王会有意制造一些天象 意图让老百姓们 相信他们是天命所归 自秦代开始的传国玉玺上就写着 寿命于天 棘手永昌 意为执政者是老天爷 外派到世间 管理老百姓的特使 也正是因为帝王的这种追求 古时在民间兴起了许多 号称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的算命大师 他们擅长一经八卦 还会推算命数 甚至有人宣称知晓 长生不老药的秘方 不过这些给人算命的大师 大多都是一家乱真 有真材实学的屈指可数 往往都是利用人们的愚昧无知 去骗取钱财罢了 而在这其中难免有些胆大的 竟然将这种心思 算计到了当时的皇帝身上 比如在乾隆年间 有一位大师 给乾隆皇帝算命说 大清有着八百年的国运 还说乾隆能活到八十岁 听到这样的说辞 乾隆不问缘由 随即便下令将其斩首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 江湖骗子假扮郎中 谋取钱财 前面所讲的这位算命大师 名为智天豹 最开始的时候 他就是四六不通的小混混 更没有一技之长 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 整日竟干些坑蒙拐骗 机名狗盗之事 往往就是哪有热闹 就往哪凑 能捞着什么小便宜的机会 就绝不错过 平日里也是游手好闲 东走西逛 放在现在来说 就是一个无业游民 直到后来有天 他听街坊邻里谈论 当郎中能赚大钱 于是生活窘迫的他 便也想从事这个行业 当然 主要是借助郎中这个职业 来谋取钱财 恰巧 他的父母也是从事这一行业的人 在他年幼的时候 就时常看见父母给别人把脉诊病 并开具些药方 自己也根据所留下来的一些中医书籍 再加上儿时的一些记忆 有模有样的学起来 周围的很多同行 也曾来过他这里试水 几乎每个真正的郎中 见了他诊断医病的方法 都能判定这就是个江湖骗子 所谓治病救人就是纯纯作假 但是他们身为同行又不能当面揭穿他 这样不仅会遭人诽谤 也会毁掉自己的名声 因此这些人就只等他出错 被人找上门的那一天 果不其然 在后来有一天 一位病人吃了他开具的药方 身体的病一直没有好转 喝了药跟没喝一个样 众人本以为他摊上了大麻烦 却未曾想 治天报有着极好的口才 他对这位前来闹事的人解释道 他的病是慢性病 所服用的药物 也得经过长时间的沉淀 才会有效果 不过他这里有特效药 不出几日便能有奇效 而这所谓的特效药 不过就是一些大补的药材 任谁喝了都会感觉到 身体状况的好转 利用这个方法 他暂时坐稳了郎中这个位置 2.财迷心窍 攀附达官显贵 在一甲乱真成为郎中后 一或许他对一些药力知识 颇有研究 也或许他经常给病人 开一些比较珍贵的补药 在当时的确救治了一部分人 并且他的特效办法 极大的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人们纷纷宣传这位 拥有独特药方的神医 渐渐的他治天报的名号 也算是传播了出去 凭着多年行医 治天报收获了不少的财富 甚至还收了一个 所谓的徒弟张九霄 若是他肯就这么安稳生活 想来也可以获得一个好结局 可贪心如治天报 自然是不会满足的 想到普通百姓拿不出太多的报酬 没有太多油水可榨 治天报便开始将心思打到官员身上 因为不具备太多的药力知识 治天报首先排除了一些文官 和专门从事医学行业的官员 这些人的文化程度比较高 或是对于医药学的研究 有着颇深的造诣 他知道自己的这两把刷子 骗得了百姓 骗不了这些文人 所以到最后 他将自己的目标锁定在那些习武的武将身上 这些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大多文化水平较低 一般来说 朝廷中的武将只是一心练武 征战沙场 对于书末文章都不感兴趣 更别提医学方面的知识 基于此状况 治天报便开始用三寸不烂之舌 骗得武将官员大批购买珍贵药材 结结实实地从中赚了一笔 三 谎骗乾隆 忠实自食其果 治天报在锦衣玉食之后 紧不住想 现在的我再也不用为生活犯愁了 但是这些做官的 尽管表面上对我还算客套 竟称我一生智打师 可是自己的实力 他还是非常了解的 万一哪一天碰到硬茬子 可就朝不保夕了 如今自己的生活看起来非常好 事实上是无以为继 危机四伏啊 说白了 居安思危 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 从江湖郎中 混到风水学大师的治天报 自然不缺头脑 怎样牢固自身的影响力 让他的大师之名更牢固呢 治天报为此查不思 犯不想 以此不经意的机遇 治天报从一位高官嘴中获之 现如今的乾隆皇帝 由于年龄越来越大 也逐渐封建迷信起风水学 八字命里之说 有许多风水学大师 入了他老人家的法眼 得到了远大的前程 如今京都许多达官显贵 都非常讨好这种大师们 说者无以闻者有心啊 治天报恍若被打通任督二脉 我能拍上皇上的马屁啊 假如我可以获得皇帝的喜欢 我这大师之名 不就完全牢固了 乃至假如龙岩大月 我治大师很有可能就成治侯爷了 但是小小县里的一个大师 怎么可能跟乾隆皇帝搭话关联呢 治天报经过慎重考虑后 感觉最好使的方法便是献书 治天报是个十足的行动派 他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 去研究算命方法 编撰了一本名为 大清天定运输的卦书 来推演清朝的国运 书写成之后 治天报就带上书和弟子张九霄回京了 正巧碰到乾隆皇帝要去皇陵地宫夜拜文帝 向文帝讲述自身上台44年来的国父民强 万国来朝的功绩 探听到这一信息后 治天报就带上张九霄 很早的等在去皇陵地宫的必经之路上 由于担忧万一惊扰了圣家 书还没有奉上 就被御前侍卫给咔嚓了 治天报就缩使自身的弟子张九霄 去给乾隆皇帝献书 而且承诺了许多益处 俗话说得好 重赏之下比有勇夫 张九霄一咬牙一跳脚 就冲到御前 想不到他居然还真成功了 等到张九霄献书取得成功后 治天报就带上他返回了加州 内心乐滋滋的等待乾隆皇帝的册封 可治天报不论怎样也想不到 他等来的并不是册封 只是一道斩力绝的赤令 连秋后问斩都无需等了 陪他一起上路的 也有他那个傻弟子张九霄 原来在乾隆皇帝听说 有这样一位算命大师 推算清朝国运有八百年 还算到了自己能活到八十岁 心里不由的有些震惊 但是他依旧保持着淡定 也没有面露喜色 反而在思考片刻后 当即下令将两人斩首 或许在别人眼里 治天报的这些推算 好像说得有理有据 但是在乾隆皇帝眼中 更像是一种诅咒 谁不想自己的王朝 能够传承千世万世 同时又谁不想能长百岁 治天报说的这些 定然不能讨好皇帝 反而一眼就能识破 这点小聪明恰恰是最愚蠢的做法 二人也是自食恶果 落个惨死的结局 根据历史记载 我们可以得知 清朝并没有存在八百年 总共加起来不到三百年 另一面乾隆皇帝 可不仅仅只是活到了八十岁 他可是成为了中国古代 王朝活得最久的皇帝 足足活到了八十九岁 所以事实证明 治天报内那些说辞无一正确 他这江湖骗子的身份 终是成为了一个笑柄 而他本人 也为自己的不学无术 坑蒙拐骗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说到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大家一定都知道 是清朝的康熙皇帝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零十个月 创造了政治清明 国力强盛 百姓安居乐业的盛世景象 不过 说到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大家可能就会一头雾水了 许多皇帝在位短短几十天 甚至都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功绩 便被人赶下皇位 或者英年早逝 明朝的皇帝 更是以短命和在位时间短著称 除了明太祖朱元璋 明成祖朱历 以及明世宗朱厚聪 年过六十一万 其余皇帝的平均寿命 都在三十岁左右 明人宗朱高智 四十六岁登基 在位短短十个月之后 便于世长辞 朱高智在位期间 为政开明 与民休息 对内废除诸多不合理的科捐杂税 平反明成祖时期的冤狱 赦免了靖难之一时期 建文帝的旧陈 对外停止了下西洋和通西狱 对北方瓦剌和达达 该以招服 对南方的安南叛乱 也暂停用兵 派使者和平谈话 再为十个月奉行人孝 政绩斐然 因此得到了人宗的妙号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 人孝治国的好皇帝 居然下旨 赐死一位普通的算命先生 不过算命先生 却请求仁宗 让他再活十九天 谁料十九天后 仁宗竟然驾崩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名仁宗和一位算命先生 过不去呢 道士的预言 其实这件事情应该追溯到 朱棣还是藩王的时候 毕竟朱元璋 为了让孙子朱允文当皇帝 还是做了很多努力的 他生怕朱棣造反 所以将他送到偏远的地方 当藩王 但是即使这样 朱棣还是一直在做造反的准备 尤其是在他当了藩王之后不久 惊人介绍了一位道士 叫袁狗 这位道士预言 朱棣可以在四十岁前后 当上皇帝 果不其然 在朱棣四十二岁的时候 他当了皇帝 这样一来 朱棣更是觉得袁狗人才了得 所以封他为宰相 而朱棣的儿子朱高志 和袁狗的儿子袁忠妾 也有不错的交情 在朱棣当了皇帝之后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立太子 他是想看看 自己的三个儿子之间 谁更能沉得住气 也因为这样的原因 让朱高志更是心交 所以他想去找算命的 先生袁狗请教一番 可是 此时袁狗已经去世多年 朱高志只好找到他的儿子 自己的好友 袁忠妾 袁忠妾 继承了父亲袁狗的毕生所学 为朱高志算了一贯 朱高志问起结果时 袁忠妾只是摇头 并没有多说什么 朱高志见他这样 便下意识地以为 自己做不上皇位了 怨恨的种子 便在此处埋下了 朱高志凭努力 当了太子和皇帝 其实对于这样的结果 朱高志也是很难过的 毕竟袁忠妾 虽然不如他的父亲厉害 但是在相书上 还是有一些建树的 他觉得自己应该更加地努力 所以在之后 朱高志也更加努力地辅佐朱棣 贡献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朱高志的性格和伯父朱镖 以及唐兄朱允文都很相似 都是天生好学 为人谦逊有礼 也颇得朱元璋的赞许 但父亲朱棣 却对这个儿子很不满 一方面是因为朱高志 天生肥胖 而且是个瘸子 走路多了都需要人搀扶 这也让一生征战的朱棣 常有子不类负的感觉 另一方面 朱高志早年与朱棣 常年南北相隔 父子亲情自然就诞性 而二子朱高绪 颇有朱棣年轻时的样子 常年随着朱棣征仗下场 这样一对比 朱棣自然就更亲近朱高绪 而身为世子的朱高志 则一直生活在父亲的偏见中 静难之意中 因为朱高志身体不好 自然不能随同朱棣一同上战场 而二弟朱高绪 则在静难之意中立有大功 也正因如此 才有了朱棣那句经典的 如努力世子多吉 朱棣对朱高绪说的这句话 给朱高志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也助长了朱高绪的夺敌气焰 不过朱高志 却并不在意父亲的这番话 继续坚守北平 在朱高志的仁义至军下 全城军民团结一心 顶住了李景龙50万大军 长达一个月的攻击 从而彻底扭转了战局 之后漫长的三年静难之意 朱高志仍是负责安定地方 愁挫良想 朱高志兢兢业业 地盘狭小的朱棣 最终能一举击破朱允文的中央军 朱高志的后勤工作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朱高志坐上太子之位后 虽然两个弟弟屡次陷害 但朱高志仍不计前嫌 每次朱高绪犯错 朱高志都主动为弟弟求情 在朱高绪差点被朱棣废为树人的时候 朱高志出面哭求朱棣放过朱高绪 这与两个弟弟平日打小报告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每次受命监国的时候 朱高志虽然多次遭受朱棣的猜忌 却仍然坚持行人证 天长日久 朱棣的心里天平终于倾斜 感叹道 先皇常赞太子仁孝 金官果不虚也 永乐二十三年 明成祖朱棣并遂于第五次北征回石的途中 过了二十多年心惊胆战生活的朱高志 终于从父皇朱棣的手里借过了权柄 顺理成章的以太子的身份继承了皇位 请十九天后再杀我 但朱高志在登基之际 也有提防自己两个兄弟的小心机 面对朱棣驾崩之势密不发丧 在一切尘埃落定后才顺势登基 朱高志继位之后 他不仅没有报复曾经处处使伴子的兄弟 还主动给他们禁绝封王 让他们安心 当登基的事情都忙完了 朝局也稳定下来了 朱高志就想到了 那个曾经摇头就走的算命先生 袁忠切 朱高志觉得 是因为他的一番不实言语 差点让自己没有当成皇帝 也觉得正是因为袁忠切 自己才经历了这么多折磨和磨难 才当上了皇帝 想到这些不仅怒上心头 于是命人将袁忠切抓来 朱高志怒问袁忠切 当初为何看了我几眼 就摇头而去了呢 如果不好好地把话说清楚 就把你给杀了 袁忠切看了朱高志几眼 淡定地说道 皇帝要杀便杀 只是能不能给我十九天的时间 十九天之后 再杀了我也不迟 朱高志一来觉得 这样对自己没什么影响 二来想看看袁忠切 还要耍什么把戏 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给了袁忠切十九天的时间 谁知十六天后 明仁宗就突然暴毙而亡 再位十个月 原来 袁忠切当时摇头 并不是因为朱高志 当不上皇帝 而是因为他已经算到了朱高志 就算当上皇帝 也再位不了多长时间 他早已预料到了这样的结局 明仁宗朱高志的死因 至今仍然是个谜 史料上记载 他是因为身体太过虚弱而驾崩的 也有人认为 他是纵于过度 导致体力不支而驾崩的 民间传说中 甚至还有人认为 是他的儿子明宣宗朱瞻基 为了夺皇位而杀害了朱高志 不过 无论他的死因如何 都改变不了朱高志 人孝的一生 磨灭不了他为人宣之志 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明史记载这位短命的皇帝时说道 是天甲之年 寒如修养 得化之胜 岂不语文 景彼龙仔 史学家也在评价人宣之志时说道 明有人宣 由周有成 康 汉有文 景 数己三代之风眼 朱高志的一生 大部分时间都因为不讨父亲喜欢 而过得战战兢兢 十分压抑艰辛 但是虽然他在做燕王世子和太子的时候 受到过许多不公平的待遇 吃惊苦头 却一直坚定 也从来没有想过报复自己的父亲 或者残害自己的兄弟 而是一力承担下所有不公 同时依旧坚持宽厚待人 孝顺父母 以德报怨 这是他最大的人格魅力 同时 他也是一位能力出色的统治者 在燕王府时就能够担当大任 成为皇帝后 更是将政物处理得津津又条 他以仁宗为一号 实至名归 算命是一门神秘的学问 以易经为根基 以阴阳五行体系为理论依据 远远流长 博大精深 古人对这门神秘的学问深信不疑 并经常借算命来对未来事件进行预测 以求探究命运的发展轨迹 古代很多人都信命 甚至连皇帝也不例外 清朝的雍正皇帝就经常充当算命先生的角色 甚至让臣子的八字列为考核臣子德行与才能的重要指标 北周宣帝也是算命的好手 在民间传说中 他甚至算到了自己的死期 明朝时期也有这样一位皇帝 他极度信命 微服私访之际还去找算命先生册字 结果连册几字都是凶想 皇帝要给钱之时 算命先生直言 我不收死人的钱 那么这位皇帝究竟册了哪几个字呢 退而即往 崇祯御册字 献册强领命 明朝末年 明王朝内又外患 闯王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 功势汹汹 眼看着即将兵临城下 崇祯皇帝在偌大的皇宫内坐立不安 来回踱步 他心中自是明白 明王朝大势已去 李自成的厉害 他耳闻眼见 可老朱家的皇位坐了二百多年 怎么能败在他的手上呢 朱尤俭不甘心就此坐以待毙 束手就擒 他始终幻想着自己能够扭转乾坤 恢复正口 他再一次下死令 死守有定门 另一头 以李自成为首的起义军 陷入了战略倦怠期 北京城九宫不下 虽然敌对双方都明白 朱尤俭不过是负于顽抗 但是应由起义军一批批去送死 无论是对于兵力还是军心 都是一种损耗 正当朱立双方胶着不下时 李自成军中的宋仙策 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宋仙策在跟着李自成以前 就是靠着算命为生的 宋仙策从小便苦读诗书 学识渊博 虽然运气不好 多年应试科举都没有考中 但他精通术术和六谣八卦 自学了奇门遁甲之术的 在后来长时间的云游四方的经历中 让他不仅将占卜 运用的熟练至极 也让他从中了解到 怎样快速的观察一个人 从头到尾的细节 和抓住这个人的心理活动 从而做出判断 宋仙策想到的办法 便是给崇祯皇帝算命 这一场心理战了 崇祯皇帝朱尤俭 接手大明的烂摊子之后 勤奋刻苦步步为营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 大明默契沉沉的局面 但是他却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宿命论者 在内外交困之际 不知怎么办才好的崇祯皇帝 决定去找个算命先生算一贯 哪怕是安慰一下自己也好 宋仙策因此偷偷潜入北京城 乔装打扮成一位算命先生 找了个离宫门不远的地方 支起了摊子 人们只知道这位算命先生 算吉凶补运士 在短短时间内名声大噪 策字谜局 崇祯入坑 献策射谷 崇祯皇帝出宫之后 一路寻找算命的摊子 走着走着 发现一张桌前 摆着一张铁嘴道破 人间凶和吉 两只怪眼 善观世上 败和兴 只听闻那形容怪异的江湖人士 口中难难道 君子问货不问福 小人问吉不问凶 这一句话 触动了崇祯内心深处 带到前一个人离去 他正立于算命小摊前 注视着摊子上摆放的竹签 狮草一类物品 犹豫地说道 我说一个有字 老先生问道 不只是求家事还是国事 尽管这一朝京城告危 但是这大明江山 理应还归老朱家所有 崇祯定神道 求国事 谁料那摊钱的老人掐指一算 却像是听到了什么了不得的话一般 惊叫道 这个字可是大凶 有字上边是大 字面少一撇 下边是明字少半边 虽为有 但大不成大 明不成明 旷明不见日 可以说大明的天日 不见了呀 有字说的是 大明的江山已经去了一半了 眼见大明的江山算是无望了 崇祯不甘心得到这样的解释 于是便说 您老先生听错了 我说的是 有人之有 只见那老先生皱着眉头道 有为反叛的反字 出头伸展 照挂一解 反叛的李自成 定然要成大气候了 崇祯依旧不死心 急忙说道 您老先生又错了 我心里刚刚想到的是 身有虚害的有 老者听了这话也不恼 只是莫测一笑 有上两点视为求 求者 魁帅也 辟之一国 求祭国君 今求字无头 眼看当今圣上 将有杀身之祸 然而 到了这一关头 崇祯仍旧有最后一丝希望道 最后再求一个字 由作和解 随之算命先生沉思道 由是个好字 崇祯心下一席 正语细问 谁知算命先生 突转道 可是与老爷问的 完全是两码事 由是龙的化身 由和龙相差无几 暗示着真龙天子 已经离开了龙位 即将要被人夺走了 崇祯文言心头大振 几乎站立不住 他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 随后颤抖着去解他的手金 想要取钱付钱 谁知那手金记得太紧 根本打不开 崇祯一急 红着双眼 就用牙去咬 结果还没等他揭开手金 就被那算命先生打断 老爷 您这运势实在晦气 不必付挂资了 我劝您回去以后 凡事放宽心 你此刻的挂项 很不吉利呀 崇祯深吸一口气 还能有什么更不吉利的事情 算命先生伸手指点道 你刚才用口咬筋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挂项 一个口和一个筋凑在一起 这不正好是个吊字吗 你若是有事 千万放宽心 不要往坏处想 我算着你这还有吊死的可能性呢 说完 算命先生还掐指一算 嘖嘖称奇 仿佛在为崇祯的破败运势而惊讶 一边感慨地挥挥手道 死人的钱我可不能收你走吧 说完 就已经卷了摊子快步离去 迷信策字 救国无望 回到宫中 崇祯只觉大势已去 心中最后一丝希望 也烟消云散 在梦中都是李自成举兵破城 而自己投入落地的血腥画面 一连几日的噩梦 令崇祯实不下咽 很快 这个原本就不慎强壮的皇帝 就消瘦了下去 他只知道 自己得了天意 朱家的天下不保了 终于 他感觉自己时日无多之后 崇祯召集了文武大臣 宣告道 闯贼势重 不可抵御 我先预备了几盏红灯 如果闯贼进入一道城门 你们就给朕挂起一道红灯 如果闯贼攻进二道城门 你们就给朕挂起两盏红灯 如果闯贼攻进三道城门 你们就挂起三盏红灯 文武百官无获哀妻啊 他们明白 这是崇祯要给自己安排后事了 崇祯交代完此事之后 悲怆问道 谁能担此大任 文武百官竟无亿人敢领命 这不是给明朝枪丧宗的活迹吗 见此情形 崇祯长叹一口气望向一位官员道 杜衡你来负责此事 那位官员行礼领命 众人垂手不严 可令崇祯最难料到的是 杜衡竟然早已经暗中归降了李自成 随着李自成部队一到城下 还未等敌人挨到城门 杜衡就连挂三盏红灯 明朝守军顿时军心涣散 阵脚大乱 而李自成那一头则势如破竹直举内城 之后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 李自成攻入北京 朱友简从故宫逃出 自溢于梅山 也就是现在的景山 北京全城投降 存在了近三百年的明朝宣告灭亡 再后来 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城 为朱友简定庙号为怀宗 葬在司令 我们现在去景山公园 还能看到当年崇祯皇帝 自意识的歪脖子术 佩松之驻三国志时 引用襄阳记说道 用兵之道攻心为上 攻城为下 心战为上 兵战为下 意思就是 征服城池是下策 征服人心才是上策 朱友简这位信命的皇帝 就是败在了人心上 不过 以今天的角度来看 算命这种事情并不可信 我们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借用 哪吒之魔童将士的一句话来说 就是 我命由我 不由天 五台山位于中国山西省新州市 名山志在 五台山五峰耸立 高出云表 山顶无林木 有如雷土之台 故曰五台 五台山一开始 其实是道士们修行的地方 曾经叫做子府山 也称为五峰山道场 佛教的文殊菩萨 初来中国时 便住在五台山的玄真灌内 到了永平十一年 家业摩藤 主法兰来到了五台山 由于山里很早就有阿玉王的舍利塔 再加上五台山又是文殊菩萨 养教和居住的地方 二人在此见寺 从此五台山便和佛教结下了 不解之缘 并成为了佛教四大名山之一 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 都会亲自来五台山朝拜 或者派遣使者来五台山朝拜 这些皇帝中最有故事的便是 清世祖爱新觉罗弗林 也就是顺治皇帝 不过五台山的和尚 给顺治皇帝算命时 却说他会死在牛背上 最后顺治果然应验了和尚的预言 那么顺治又是怎么荒唐的 死于牛背之上的呢 一 令顺治十分痛苦的摄政时期 顺治登基时只有六岁 在位时间仅十八年 却为历史留下了太多的迷云 作为第一个入关的幼帝 年幼的他根本没有权力 也没有能力执政 虽有天子之名 但顺治却长期无法行皇帝之识 在他年幼的时候 朝政都由摄政王多尔滚掌管 而多尔滚同管其人 又功高震主 当然不把顺治这个皇帽小子 放在眼里 当年皇太极促然去世之后 多尔滚便有同豪阁争夺位的想法 只不过孝庄最终出面 仰仗李亲王戴善和季亲王哈朗的支持 推举弗林顺治继位 但多尔滚不甘心 还说若以我为君 以今上居储位 我何以有此病症的话 言辞间充满了抱怨与不满 在多尔滚摄政时期 他的称号还是由最初的摄政王 变成了后来的皇父摄政王 有说法认为 这也是源于孝庄皇太后 跟多尔滚的某种关系 顺治帝 皇帝做不成就罢了 身边竟然还平白无故的 多了位专司遥控他的父皇 还足以令小天子龙颜大怒 可顺治年龄上小 母亲又同父皇打得火热 没有人帮的小顺治 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顺治七年冬 1650年 这位权倾一时的摄政王终于在北疆狩猎途中去世 顺治帝终于能出尝权力的味道了 2.顺治亲政时期 顺治七年 顺治帝终于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次亲政 顺治不同于传统满人 他自有熟读四十五经 满脑子都是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儒家毅力 他本人曾在宫里大穿汉式服装 也曾穿戴名是皇冠皇袍 颇有些离经叛道的意思 多尔滚等老皇族代表是满族的利益 这些人生长在满洲 对汉人和中原文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而顺治帝不一样 他曾靠清算多尔滚和神礼满洲贵族圈地案 来树立自己的权威 顺治帝从小就跟着传教士汤若望 学习算学、天文学 并对西方的树立知识特别感兴趣 在一众朝臣的帮助下 顺治帝终于坐稳了皇位 效忠太后为顺治安排了两任皇后 但这些满盟族的大小姐 都没有讨到皇帝的欢心 顺治皇帝后来喜欢上了 恶硕的女儿董恶妃 但此时董恶妃已是别人的妻子了 因董氏青年时曾跟随父亲南征 熟悉正统的世人文化 比起那些在深宫里待久了的北方女人来说 董恶妃一定是温润贤淑些的 董恶妃与皇帝的关系打得火热 顺治迷恋董恶妃 几乎忘我 据说顺治曾多次向校庄提出废后 要将董氏立为正式 顺治还曾为董氏举行了一次大典 已是对他的敬重和珍爱 按照清朝惯例 只有皇帝册封皇后才能照告天下 顺治皇帝这几番折腾弄得笑装相当不痛快 天有不测风云 没过多少年 董妃因丧子过度悲痛而去世 顺治帝十分伤心 下令礼部为董恶妃筹备葬礼 还让大学士金之骏撰写董皇后转 顺治就算再喜欢董恶妃 但为妃子立皇后转实在是不应该 可是顺治皇帝真的比较浪漫吧 这一点可以从皇帝对汉学与洋学的开放程度就能看出来 三 五台山算命 董恶妃的去世令顺治一蹶不振 原本就受到佛学熏陶的顺治 更加觉得自己看破红尘 再加上当时顺治才二十出头 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 所以他就一个冲动真的打算去出家了 于是顺治来到了万善殿 请求自己的师兄给自己剃度 行僧知道顺治的身份 当然是不敢为其剃度的 奈何顺治心意已决 居然自己用剪刀把头发剪了 行僧没有办法 只能免为其难为顺治剃度 此后顺治便来到了五台山出家 刚刚出家的顺治对生死还没有完全参透 一日他请寺里的老和尚为自己算命 向老和尚请教自己的死因 老和尚也不避讳 直言顺治以后会死于牛背 顺治知道后也不以为然 继续认真修行 精心钻研佛法 不过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没有皇帝主持大局呢 正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 顺治出家之后 一开始大家还以为他只是去安静几天 结果得知顺治已经剃度 整个朝廷上下都轰动了 妃子们哭天喊地 大臣们也乱了方寸 就在这个时候 顺治的师父通秀禅师出面了 带着群臣和士兵找上门来 这才将顺治皇帝带回了皇宫 顺治所在的时期是清朝早期 当时的清朝依旧是混乱无比 放眼望去 南方正成功依旧在抵抗清王朝 维持着明朝移民最后的尊严 为了剿灭明朝的余党 顺治率清兵南下 攻打正成功代表下的南明 不过正成功率重反抗十分顽强 顺治皇帝为了鼓舞士气 常常身批战甲出现在战场的一线 有着天子御驾亲征 清军作战勇猛 连战连节来到了牛家村 这天 顺治皇帝像往常一样 在牛家村鼓舞士气时 他华丽的穿着 却被正成功一眼看到 正成功觉得此人身份地位一定很高 便下令将炮口对准了顺治 顺治躲避不及 死在了炮口之下 牛家村也成了顺治的最终归属 这一死法也印证了老和尚的预言 命运就是这么喜欢捉弄人 顺治皇帝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 最后预言竟是以这种方式应验 不过这一说法 或是老百姓或是明朝移民 编撰出来的传说而已 至于真假 后世已无从得知 而只有历史本身才知道真相了 其实 民间也一直有顺治地 源济于迦兰的传说 但这样的说法 因传奇色彩较浓 而不被史家重视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 将顺治塑造成了情种 因为最疼爱的妃子 董厄妃去世 顺治在悲痛中难以理政 所以日日憔悴中 顺治想到了出家一举动 他辞别了皇位 以染病为理由 在所谓的暴病中 这位帝王顿入佛门 享受清闲日子 不过 顺治出家于哪一所寺庙 目前还没有定论 但最著名的说法 是顺治皇帝出家五台山 该说法因被金庸的陆顶记 和梁宇的七剑夏天山 引用而广为流传 顺治皇帝因从小受到严格的管控 所以形成了 愈压抑而愈反抗的浪漫性格 他敢于同压制过他的 多尔滚和孝庄作斗争 并且次次都要取得胜利才罢休 因此以顺治的个性推测 他做出气味出家的举斗 其实也是情理之中的 但要按照正史的记载 顺治死之过急 其中是否也有蹊跷 这点大家应该可以放心 因为如果按正史所言 皇帝临终前曾得了天花 天花的杀伤力非常强 换上了天花 少则三五天 多则一周死亡 顺治因丧偶悲痛过度 身体免疫力大幅下降 导致最终感染天花 想必也是说得通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